全新史特隆修旅車 全新史特隆修旅車 史特隆在哪 我要找他簽名 Citron不是翻譯史特隆 好 對 你不覺得這車超漂亮的嗎 你看前面水箱護罩 它還有那種橢圓形的設計 加上它的廠灰 整個延伸到大燈旁邊 整個都鍍鉻的 超漂亮的 哪有幾台修旅車有這麼漂亮 可是我有個問題 你好像講錯了 為什麼 這台是商旅車 商旅跟修旅有什麼不一樣嗎 它的行李箱基本就有850公升 然後後座全部放倒了2693公升 你跟我說是修旅車 你來來來看一下 來來來 這滑門的設計 你跟我說是修旅 你沒看過馬自達5跟Sienna 他們不是也是滑門 好像也是 對 對不起我錯 可是你看這個車尾 這麼高 好難怪 難怪可以兩千多升 對啊 好吧 勉強算你對 它就是因為是商旅車 你看它座椅的傾倒 很輕鬆 它一隻手就可以了 真的看起來超輕鬆的 是不是 可是我剛剛看到了 這什麼東西 餐桌 這是什麼東西 地窖式儲物槽 這不是都為了服務後座乘客而來的嗎 你還說是商旅 你看 這如果是修旅的話 哪個第三排有這麼大的空間 你的腳可以翹得這麼舒服嗎 真的耶 而且你看這個頭部空間這麼高 在姚明來都坐得下午天啊 我沒有請姚明喔 沒有錢 可是你看啊 像這個新式的三幅方向盤 上面還有真皮耶 後面有換檔撥片耶 還有這種旋鈕式的排檔座 再加上你看這個大螢幕介面 還有這個 打開 到處都有的置物空間 這邊還有這個拉簾式的置物空間超大的 你說這不是修旅車這是什麼 而且啊 Bringle開起來的感覺啊 根本就是一台修旅車 它油門又反應又輕 然後開快的時候也相當的沉 舒適度也不錯啊 一點都不會像以前商用車那種 跳來跳去 然後整來這輕輕空空的感覺 是不是 也是齁 人家總代理就說它是商旅車 你在那邊啰哩巴說什麼啊 是沒錯啦 但是你不覺得嗎 那麼大的空間 全部就算七個都是成人 滿載的話也舒舒服服的啊 再加上那麼多的置物空間 然後乘坐的感覺也非常的舒適 開起來了嗎 輕快 而且行路反應又好 對不對 你說它是修旅車也不為過嘛 所以不要拘泥於商旅還是修旅嘛 是不是 我這支就不會行車耶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我們的影片 都要記得幫我們訂閱喔 不要忘了還要開鈴鐺喔